在2022年初,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早已经习惯了俄罗斯与乌克兰之间旷日持久的纷争 大家都不太相信俄罗斯真的会发动进攻 即便美国一而再再而三的发出警告 虽然预测进攻的时间一错再错 但最后还是被他说中了 现在的情形跟当时如出一辙 现在大部分人都不太相信真的会爆发核战争 虽然美国那边从上至下又不断在发出相似的警告 而且目前的俄乌冲突某种程度上似乎又陷入了僵局 美国这个时候不断警告核战的威胁似乎也正是为了打破这种僵局 要说别的国家发出类似的警告 甚至哪怕是俄罗斯我可能都是将信将疑的 但是如果是美国发出这种警告 大家不可不当真 因为美国的警告并不单纯是一种预警 而是同时在不断拱火来促成这种预警进行自我实现 所以与其说是美国在预警 倒不如说它在奉旨泄密 营造一种预期 然后使用各种手段帮着预期自我实现 现在欧洲人还不当一回事 那是对美国的手段还领悟不够深 美国已经一再警告了核战风险 难道这个风险是空穴来风 他只怕美国就是那个最大的幕后推手 人一旦成功往往都想复制自己的成功经验 这就是所谓的路径依赖 国家是否也是如此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美国这几年干的这些西遭事 大致都是围绕两个战略目标展开的 美国的第一个战略目标是制造新冷战 美国当年在冷战中打败了苏联 苏联解体之后经济全球化如火如荼 美国也是在这个过程中借助于美元的扩张 将美元打造成全球货币 对全球收取注币税 可以说是全球化里最大的赢家 但是在另一个角度来说 经济全球化本身可能只不过是 吸收了苏联解体的红利 解除了威胁之后 节省了庞大的对抗开支 还低价拿到了海量的资源 美国和欧洲瓜分了苏联 在欧洲地区的绝大部分利益 这种成功让美国念念不忘 这个成功的路径 是冷战对抗消耗直到拖垮对手 美国认为自己有这方面的经验 是行家离手 再看看这几年美国针对我们所做的 从历史的角度去看 无非是想再复制一次成功的经验 美国发动贸易战 科技战 制造全球化倒退 无疑不是带着新冷战的阴影 至少是在美国内部 有少部分经历过冷战的野心家 是想再来一次 想用这种他们熟悉的方式来打败我们 要促成这种局面 美国需要人为的制造矛盾 切割欧亚大陆 美国要重新成为西方世界绝对的主宰 就像当年的冷战那样 早前我们分析过美国的战略目标 大致上可能是分了三步走 第一步是在东欧进行切割 第二步则是在东亚进行切割 第三步是在中东 这样三步走完之后 整个欧亚大陆将再次回到冷战对抗的状态 美国还曾经说要搞一个美国一部战略来跟我们对抗 那不过是美国放的烟雾弹 美国真正要做的事 恰恰是切割欧亚大陆 让这块古老的大陆重回战火与纷争的状态 这跟我们用一带一路连通欧亚大陆 建设欧亚大陆的目的截然相反 美国的第二个战略目标是让美国再次伟大 美国新冷战最大的阻碍在于自身的产业链凋零 在经济的诸多方面不得不跟我们保持合作 最典型的就是美国在加征关税以后 贸易顺差却不降板增 这是出乎美国意料 也是美国最不愿意看到的结果 美国先后尝试了多种办法 比如2012年起开始建立新的贸易圈子 希望通过孤立我们来打垮我们在产业链上的优势 最后失败 比如2015年搞金融收割 希望通过抄底来控制我们的核心产业 最后也失败 比如2018年以来搞产业链转移 先后尝试转移越南印度 最后发现难度很大 还是失败 美国发现汉山溢汉中国难 可是要搞新冷战 没有完善的产业链就无从谈起 这个时候美国的路径依赖必然又会体现出来 这就是美国的崛起本身就是借助于二战 欧洲的资金产业人才 大规模前往美国成就了美国的辉煌 那么现在借助于俄乌冲突 同时开启美元加息欧洲的资金已经大规模回流美国 但是仅仅是资金回流还不够 资金如潮 来了还可以走光有资金 没有产业和人才 对美国来说又有什么用 除非把欧洲那部分产业中高端的技术人才全部驱赶到美国来 那么美国的制造业可能又有机会重现辉煌 对于美国建设全产业链工业也会有莫大的帮助 美国不同于欧洲 美国国土面积有937万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157.7万平方公里 原油产量世界第一 天然气资源丰富 但是人口只有3.3亿人 而欧洲面积只有438万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约98万平方公里 原油和天然气资源有限 人口却有4.46亿 不管从哪个方面来说 美国的资源禀赋都要强于欧洲 只要欧洲的产业和人才愿意来个二次大规模迁移 美国和欧洲在美国的国土上来一次强强联合 美国要成为西方世界的绝对核心 来引领新一次的冷战对抗 那完全没有问题 不仅如此 希望世界还会比现在团结的更加紧密 一旦实现这一步 那欧洲剩下低端的产业和人口 留在亚欧大陆的前线进行对抗 美国继续在大后方开足工业产能 进行后援支援 这岂不是又一次复制了借助二战 完成崛起的模式 这里面唯一的变数就是欧洲的产业和人才 不一定愿意背井离乡去美国 当然对美国来说 如果他们不愿意体面的逃离欧洲大陆 那么美国就要帮他们体面 从北溪管道被炸的那一刻开始 欧洲的产业资本应该是感受到了来自美国的决心 美国不会给欧洲留下任何一丝念想 没有回头路可以走 但是欧洲没了廉价的能源供应 整个工业产业链必定会失去全球竞争力 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 欧洲要成建能源供应链 这不是短时间能实现的 而且欧洲最大的希望就是美国和中东 但是即使是中东国家 没有美国点头 又怎么可能把便宜的能源卖给欧洲 这既是抢美国的生意 又是坏美国的好事 所以欧洲的产业资本 现在都已经开始谋划出路 如果他们继续观望 美国有的是办法让他们绝望直至屈服 比如最新的核威胁警告 可以说就是要将欧洲逼向绝路 美国的警告更像是营造的一种预期 和阴影下的欧洲大陆 别说发展产业 甚至短期内会不适合生存 欧洲的穷人倒无所谓 他们终将会把满腔怒火 奉献给正在崛起的极右翼 那么试问欧洲的富豪与中高端人才 你们怕不怕 内有阶级斗争的风险 外有核阴影的威胁 全世界哪里最安全 在欧洲人眼里 自然是同温同种 有同样制度 同样文化的美国最安全 而内外这两方面的威胁 都正在加速到来 欧洲的极右翼势力正在快速崛起 这背后是汹汹的民意 欧洲历史上就有这样的传统 当现实行进到这个阶段 欧洲各国全面右转 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选择 但一旦他们崛起 那么各国的精英分子 就会感受到刻骨的含义 另一边 美国正在不断的拱火 也是在不断的施压 逼迫俄罗斯动用核武器 哪怕是战术核武器也好 美国必将把这营造为一场 针对欧洲的灾难 只要有核辐射和季风 那美国就可以在欧洲 制造足够的惶恐 让欧洲人自己对欧洲是否还适合生存存存在怀疑 如果俄罗斯始终不肯迈出这一步 那么美国必然会通过北约的雇佣军 去破坏现在掌握在俄军手中的 扎波罗热核电站 总之 美国要让核阴影 真切地笼罩在每一个欧洲人头上 只有如此 他们才会真切地感受到威胁 才会认真地考虑去与留的问题 不要怀疑美国的决心和意志 更不要怀疑美国的下限 对于他们来说 走到这一步之后 已经别无选择 西方世界对于霸权的保卫战 已经看作是自身的生存之战 最近这些年 已经动用了全部的资源 在不断加码 人们说俄罗斯在俄乌冲突中输不起 那么美国在霸权保卫战中 同样输不起 因为美国本身的发展模式 是建立在霸权之上的 失去了霸权等于失去所有 所以为了霸权 你觉得美国还会在乎 是否发生核战 还是三战吗 很多人说 如果从广义的战争来说 在人们还未察觉的时候 三战可能早已经开始了 因为现代的战争是极限战 比如生物战 金融战 贸易战 科技战 网络战 战争的形势 也许早已经不是过去 我们所认知的形态了 但是不可否认的有一点 热战依然是战争的终极形态 如果上面的这些方式 都无法打败对手 那么美国最后 会不会选择热战呢 恐怕这是所有人都必须认真思考的一个问题 不要以为美国会害怕或者不愿意发动战争 恰恰相反 近代以来 美国是全世界发动战争次数最多的国家 战争一直是美国工具箱里最常用到的选项之一 只是在失败风险较大的时候 它的选择会越谨慎 但是当霸权面临颠覆 生存面临挑战的时候 你觉得美国还会有欲吗 即便有五常之间不打核战的协议 它打不了核战 还打不了常规的代理人战争吗 乌克兰不就是美国发起常规战争的代理人之一吗 对美国来说 像乌克兰这样的代理人还有很多 如果我们回到最开始说到的那个美国的冷战目的 那么按照顺序首先是东欧 其次是东亚 最后是中东 美国在这些地缘冲突的结合带上都有自己的代理人 在东欧最先站出来的是乌克兰将来在东亚 可能就是日本 他们也许有自己的选择 比如像安倍剑三这样 但更大的可能是别无选择 很明显随着俄乌冲突的加剧 越是接近于美国的战略目标达成 未来东亚的地缘风险就会越高 如果哪天俄乌冲突真的从战场回到了谈判桌 那么日本有可能就要上前线了 可能正是基于这样的考量 最近在东亚这边做出了两个回应 一个是朝鲜试射了自己的高超音速导弹 直接穿越了日本上空 然后朝鲜也是名人不说暗话 直接声明就是针对美国 因为这种高超音速武器 目前美国研发进度落后于中国 俄罗斯和朝鲜 而且更重要的一点是 美国的中段反导系统无法拦截 而紧接着还有另一件事 就是我们公布了中段反导试验的拦截画面 截至目前我们的中段反导拦截实验 成功率是百分之百 远高于美国 我们的技术成熟度很高 以前是发个试验成功的通告 这次是把怎么拦截都稍微展示了一下 意思不言自明 这两件事一个是展示怎么进攻 一个是展示怎么防御 可以说是明确的告诉了有的国家 别看你偏安抑郁 但是在东风吹拂之下 这个世界并没有什么绝对安全的避风港 这本身就是对美国最直接的回应 亲贼不擒亡 他的拱火就会没完没了 而世界面临的战争风险就会越来越高 这不是危言耸听 而是事情发展的必然 只要把美国本身置身于相同的风险之下 他才会克制 才会有所收敛 说人类历史是一部战争史 某种意义上可能并不为过 丢了核武器之后 大国之间建立了核威慑 这几十年来总体和平 是人类历史上可能难得的一段和平创口期 这中间几代人没有经历战争 或许以为战争真的已经远离了人类 但事实上正如那句话所说的 如果你还没有感受到战争的威胁 那只是因为在你看不到的地方 有人负重前行 今天战火已经在欧洲重燃 和阴影的威胁又卷土重来 两次世界大战都是从欧洲开始 我们要警惕这种风险 只要霸权的总后台还在 风险就并未真正解除 老子宗曾告诫我们 国虽大 后战必亡 天下虽安 望战必危